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談一談 中共對付反送中運動的兩個新的措施 一個是陰謀,一個是陽謀 陽謀就是可以公開宣講的 甚至是必須得公開出來的這些措施和辦法 比如說在8月4號之前中共就恐嚇香港人 說他們會出動軍隊鎮壓反送中 他對這個消息不僅僅不保密 而且還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 他目的就是讓香港人害怕 害怕了就會退縮,中共就能夠不戰而勝 當然了,這個陽謀沒有得逞 原因是一部分香港人非常勇敢 根本不怕你所謂的解放軍 還有一部分香港人非常有智慧 知道中共根本不敢向香港派兵 陽謀是必須公開宣講的,陰謀就不一樣了 陰謀是見不得光的,一旦被提前公布出來 那些措施就根本不可能順利的實施出來了 我在一評論證的第193期裡面 就講到了在818之前中共有三個惡毒的安排 其中有一個惡毒的安排就是屬於非常惡毒的陰謀 他們就是要在818那天安排一個特務去殺害香港警察 然後嫁禍給勇武派 那這個陰謀一旦被公開出來了 他們就根本沒辦法實施了 因為實施出來,大家第一個懷疑的對象就是中共 而且香港的警察和勇武派那天都有所防範 那天香港警察不主動出擊示威的人群 勇武派那也和這個合理非一起撤離現場 不和警察發生衝突 那麼中共如果還要繼續派特務去襲擊警察 就很容易被抓住 所以說以前的那些中共的那些措施 無論是揚謀還是陰謀都沒有能夠得逞 但是他們不會就此罷首,他們一定要想新的辦法 想新的揚謀和陰謀 我在上一期的視頻也就是一頻論證第197期的這個結尾 談到我剛剛那個時候剛剛收到一則重要的信息 是關於中共怎麼樣對付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信息 我沒敢馬上就公佈,因為需要核實一下 那過去這兩天我就找了一些人核實了一下 他們都認為中共採用這些措施的可能性極大 那其中有一個是他們的陰謀 所以說他們主張我必須得馬上公佈出來 這個是從北京體制內傳出來的 那8月18號以後 中共在廣東找了一批刑滿釋放人員 都是年輕人都會講廣東話 他們因為坐過牢,剛出來現在沒有工作 經濟狀況非常的差,對現實很不滿 那這個時候中共就派一些國安特務 假裝是香港反送中人士 假裝是民運人士去動員那些刑滿釋放人員 到香港去參加反送中運動 並且要找機會對香港的警察發動襲擊 這些人在香港有些人會拿到汽油彈 甚至是拿到一些自製的土槍 然後用這些武器去襲擊香港警察 那些特務還給他們每個人一大筆錢 具體數字是多少呢,現在還不太確定 可能會根據每個人的具體情況而定 據說最高的可能會達到20萬人民幣 那麼這些人通過自由行或者是偷渡 到了香港之後他們會得到一些 這些什麼頭盔、眼罩、口罩之類的裝備 然後再拿到一些攻擊性的武器 他們就會去找機會攻擊警察 攻擊完了之後就會迅速的逃離現場 而且那個時候中共的特務也會假扮成抗爭者 掩護他們迅速的逃回大陸 萬一逃不了被香港警察抓住了怎麼辦 那也不要緊,他們會共認是受反對派人士的僱用 香港的司法機關根本也找不到那些真正雇用 他們的那些國安特務 那這個時候中共就開始動用他們的宣傳機器 對反對派進行大肆的抹黑 讓反對派失去這個道德制高點 讓一部分比較溫和的反送中人士害怕 退出這個運動,這樣中共就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同時他們也為林鄭月娥和香港警察今後可能會採取的消禁 或者是戒嚴措施做一些準備 他們這麼幹的另外的一個目的就是讓香港警察和反對派 尤其是勇武派勢不兩立 現在中共最怕的是香港的警察受到民意影響 也站到了反送中陣營這一邊 那樣的話,中共在香港的這個統治他就徹底癱瘓了 所以說他們一定要在警察和民眾之間要製造矛盾 一方面他們會想方設法造成反對派攻擊警察、傷害警察 甚至是殺死警察的這種假象,讓警察仇視反對派 另外一方面他們還要指示一些警察當中最親共的那些人 鐵桿的鷹犬爪牙對民眾進行挑釁,讓民眾仇視警察 比如說他們讓少數警察用布袋彈、橡皮彈、催淚彈 直接向人群直射,還有昨天幾個警察 在人群很密集的這個街道上面就掏出左輪手槍 雖然是對天開槍,但是那個流彈也是有可能打死人的 很明顯這種違反操作規則的這種舉動 中共大部分的有專業素質的香港警察 他們是絕對不會去做的 但是中共總是能找到少數警察去幹這種嚴火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刺激香港民眾去仇視警察 絕大多數的普通人都有一個心理習慣 就是以偏概全 當少數警察作惡的時候,人們很容易就被誤導 就去仇恨整個警察群體 那現在中共現在也在利用這種人性的弱點 來達到他們的這個卑鄙的目的 來讓民眾和警察互相仇視 這樣中共才能於翁得利 那另外呢,中共還會採取一個宣傳公式 這是個洋謀 現在這個中美貿易戰這個影響很大 香港的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 過去兩個多月的這個街頭衝突當中 當然也肯定會給香港的零售業、旅遊業等等 一些行業還有投資者的信心 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中共今後就是要把這個經濟下行的責任 全部推給反對派,尤其是要推給那些勇武派的年輕人 所以他們造成了整個社會動盪 社會動盪又直接造成了經濟不景氣 那中共會調動在香港的所有的這些親共媒體 來進行這個宣傳公式 同時他們也會派出大量的網絡水軍 在各種互聯網平台上面對香港人進行洗腦 現在他們在廣東也招募了一大批的年輕人 大學生準備用他們去佔領香港的社交媒體 在社交媒體上反覆的強調 是反送中運動造成了香港經濟的下滑 香港是一個很發達的商業社會 經濟不景氣當然會影響到很多人的政治態度 那麼一批人接受了洗腦被他們影響了 認定是反送中運動導致經濟下滑了 那麼他們就不會再支持反送中了 甚至他們會開始反對這個運動 那這個時候林鄭月娥在做出一個對話的姿態 一個讓步和解的姿態 比如說接受五大訴求當中的兩個訴求 比如說像這個撤銷送中條例 撤銷對大部分參與者的控罪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更多的人離開這場運動 那這樣一來運動的力量就會遭到削弱 聲勢就會逐漸減小 那只要在十一前後香港不再出現百萬人的大遊行 習近平他就可以認為他是贏得了這場戰役 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年的這個十一對中共來說 對習近平當局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今年的十一是中共建政70周年的今年日 他們必須要大搞排場大肆的慶祝 表現他們這個政權強大 這個時候中共實際上又是內外交困 貿易戰壓力巨大,黨內四分五裂,經濟嚴重不景氣 食品的價格飛漲,老百姓怨聲載道 可以說是這個危機四伏 而所有這些危機又可能集中在這段時間爆發出來 那習近平知道中共黨內還有一些人想在十一這一天給他難堪 即使是不能夠馬上把他拉下馬,讓他下台 至少是也要讓他丟臉,讓他的權威受到削弱 這樣今後在圍攻習近平的時候,條件就比較好,機會就比較多 中國民間也有很多有冤屈的人,有不滿的人 也都很多人準備在這一天 在各地舉辦慶典的時候公開的表達不滿 現在全國有幾百萬的訪民,平時上訪政府官員 你都不理他們,欺負他們,他們就要趁著國慶的時候 把事情鬧大,他們都知道事情鬧大了,官員害怕了 才有機會給他們解決問題,還有很多的這些維權群體 都有可能在這一天上街表達他們的訴求 這個時候不排除黨內的這個反習勢力 故意的挑動民間的不滿,來向習近平公開的發難 所以說習近平當局現在是高度緊張 生怕在十一這一天國內會出大事 同樣習近平對香港這個反送中運動的也是擔心得要命 擔心運動一直持續到11月1號那一天 擔心香港的形勢波及大陸或者是和大陸的這個維權運動 大陸的民怨產生共振效應,激發出大陸民眾的不滿 激發出大陸各地的民眾也走上街頭搞遊行示威 那顏色革命就開始了,習近平的末日就到了 所以說現在習近平當局要想盡一切辦法 無論是揚謀還是陰謀,他們都要用來平息這場反送中運動 至少要在這個十一之前必須減弱反送中的這個聲勢 那麼現在香港反對派應當怎麼辦呢? 那有幾條建議請大家,請朋友們參考討論,請大家傳播 那第一條建議就是一定要建立一個與警察對話的平台 這個平台不僅僅是要和警察官方機構進行對話 更重要的是要和警察個體個人甚至警察的親屬進行對話 展開這種對話就是要團結大部分的警察 就是要把中共在香港警察裡面的那些鷹犬孤立起來 就是要消除警察和民眾之間的這種敵對態度 這樣就能夠避開中共給香港警察和香港民眾設下的陷阱 香港警民和解了,中共在香港的統治就癱瘓了 那第二條建議就是在十一之前的這一段時間 盡量避免採用罷工、罷市或者堵塞交通的這種辦法 減少和警察在街頭進行武力衝突 不讓中共把這個經濟下行的壓力、責任推給反對派 讓更多的人來支持這個運動,不要退出這個運動 但是我們在降低這個街頭衝突的同時 一定要加強輿論上的這種反擊的力度 不僅僅是在香港的這個輿論上面要反擊這個親共派 而且要在大陸的互聯網上面要進行宣傳 那幾萬人幾十萬人香港人一起來動員大陸的維權群體 動員大陸的訪民鼓動他們和香港人同一時間走上街頭 這就是給中共後院再點火,這就是讓中共知道 你們要是不答應五點訴求,香港人就向你們下毒手 第三條建議就是在10月1號這一天 反對派一定要組織一場大遊行 這場大遊行要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要規模特別大 參與的人數要突破以往的紀錄 第二個特點就是要在形勢上非常的平和,非常的溫和 就像818大遊行那次一樣要做到絕對的和平有序 那第三個特點就是訴求,遊行的訴求 這次要極有攻擊性,形勢要和平 這樣才能夠佔據政治的高點,訴求要有攻擊性 不能讓對手有還手之力,那麼怎麼樣才算是有攻擊性呢? 那就是要遊行的一部分的這個主題,一部分的標語口號 要面向大陸民眾,號召大陸民眾上街爭取自己的權利 這是中共最害怕的招數,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幾百萬香港人 一起到中共的後院去點火,這個招數一出來 我可以向大家保證中共很快就會向香港人讓步 至少是會同意五大訴求當中的四點訴求 除了那個雙普選以外 因為他們如果再不讓步,香港人就會把他們整死、整垮 和中共相比香港的反對派在武力上面 在經濟資源上面都不佔優勢,但是在政治資源上面 政治力量上面那是擁有絕對的優勢的 因為反對派有大多數香港民眾的支持 還有眾多的民主國家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現在中共政權在國內是危機四伏 香港反對派這個時候是有足夠的力量 推動中國顏色革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意識到自己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意識到最大的力量在哪裡 然後運用這種力量就能夠取勝 香港反對派過去很多年以來 都是和中共之間奉行的是緊水不放河水的政策 不敢直接到大陸去動員民眾 在過去這個中國的統治,中共的統治還比較穩固的時候 這個政策這個策略是合理的 但是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 現在中共已經日薄熄三了 這個時候反對派就不要畫地為牢了 該出手時就出手 在香港抵抗警察的這個暴力 這是一種形式的勇武 在政治上直接向中共出手,向大陸動員顏色革命 這才是最高層次的勇武 那我們全民共振團隊是一個以推動顏色革命 為目標的這麼一個海外的團體 所以希望和香港的朋友一起來支持反送中 更希望和香港的朋友一起來推動大陸的顏色革命 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一次再見 謝謝